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共十九大于今天中午闭幕,并将会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,候补委员及中纪委委员,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已确定不在中纪委委员新名单内,将卸任中纪委书记,新一届中纪委书记将由中央组织部长赵岳记出任。 另外,综合媒体报道,王岐山也没有被选为新一届中央委员,同时也确认王岐山将卸任政治局常委,而王岐山不在中央委员与中纪委委员的新名单内,和中共七上八下的惯例相符,如此等于赵岳记渴望接任中共新任中纪委书记,并晋升为政治局常委,成为黑马。 在中共十九大前,接任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呼声最高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,但是栗战书并不在新一届中纪委委员名单之列,确定无法担任中纪委书记。